你好凶哦 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财产的动向 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商量 虽然他不懂 你至少要通知他一下 因为毕竟这27万当中 大部分的存款是他在努力 画面中被涂雷怒斥着的男人 名叫小静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竟惹得涂雷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呢 原来就在他妻子小燕的不断控诉中 众人得知了这样一件事 然后前一个月 我往我们的卡上面存钱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两个这一年多 存了27万 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我老公 我说钱呢 钱去哪了 她说借给朋友了 那么小燕为什么会怀疑是 自己丈夫拿走了存款呢 家住湖南长沙的小燕 今年28岁 已与老公小静隐婚两年之久 本来两个人的日子 过得甜蜜又幸福 可就在不久前 两人却因为家中27万存款 离奇消失一世 而发生了冲突 然而就当小燕逼问丈夫 钱款去了哪里之时 丈夫却一直不正面回答自己 无奈之下的 她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希望能帮助她弄清丈夫的真实想法 她就是不告诉我借给谁了 是我后来去查了 查了那个卡上面是什么时候取走的 她分了两次 一次取了13万 一次取了14万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经过主持人的询问 小燕坦言道 自己当时听到丈夫如此模糊的回答 便感受到心中不安 于是马不停蹄地去往银行查了取款信息 而这一查 还真就查到了是丈夫取走的存款 她不明白丈夫为何连与她商量都不商量 突然就把钱取走 而且经由此事之后 她还发现丈夫的行踪逐渐的诡异 经常夜不归宿不说 与她打电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就在她还迷惑不解之时 她的朋友告诉了她一件事 更是让她觉得丈夫不安好心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够让小燕如此怀疑丈夫呢 朋友有看到 她妈妈还有她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一个年轻的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不是又去相亲了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她什么都不跟我说 据小燕所说 其实她与丈夫之间的结合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 只是当时两人 一是深爱对方 二是冲动 所以才领了证 原来小燕和小静之所以 一直隐婚的原因就是 小静的妈妈看不上小燕的家事 也为小燕家是普通家庭 而小静家是属于比较富有的 所以小静的母亲便认为 两人是门不当户不对 于是从一开始就很不满两人的恋情 并认为小燕是贪图她家钱财 所以才与自己儿子在一起的 但是小静却并不相信妻子是爱财之人 于是就在冲动之下结了婚 却一直没有勇气公之于众 让其母亲知晓 而他们本来的想法就是 早早地存够钱买个房子 再向父母坦白结婚一事 也希望以此能够证明 小燕并不是贪图小静家钱财之人 但是谁知小静竟偷偷地拿走了所有的存款 而小燕一开始只是不理解丈夫的异常行为 可经历了朋友的告知 现在她完全就是怀疑 丈夫已经有了不轨之心 在结合两人多年的隐婚一事 她更是怀疑丈夫是不是对她另有所图 所以如今的她便不想这么一直隐婚下去了 她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已经结婚 丈夫也已经有妻子 也想要在此告白婆婆 让婆婆能够接受她 那么小静和其母亲 今天愿意来到现场说明一二吗 如果小静真的有了不轨之心 小燕又该何去何从呢 刚一上场 小静就态度恶劣地指责着小燕坐视不如台面 并且直言说道 不让妻子掺和钱财之中 然而小燕却委屈地反驳道 那二十七万是自己所存 明明是丈夫不告而去 为何她还那么理直气壮地指责自己 那么小静到底拿那么多钱去干什么了呢 我朋友是开发商 开发商才有内部的房源 然后我们先用朋友的名义去买这个房源 然后转手 这炒房是南天炒房 但是这个还比较来钱款 面对众人的疑问 小静终于愿意吐露出自己拿钱做了何事 原来对于两人一直隐婚未被母亲认可一事 小静也非常着急 她也知道妻子想要通过买房 来向自己的母亲证明 并不是为了钱财和她在一起 看着妻子每天如此辛苦 于是她便经由一个朋友的指导 步入了炒房变现的途径 那么既然她也是为了两人的未来着想 为何她不愿和妻子说明原因呢 小静直言表示 自己在这件事上 确实没有太顾及到妻子的想法 但是对于妻子的质问 她也表示都是妻子不明白这里面的曲折 所以才不让妻子知道那么多的 免得妻子知道后担心 那么对于丈夫的解释 小燕愿意接受吗 她开始跟我说就好了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需要时间好不好 不是说今天准备明天真的有惊喜 你买房那么容易吗 那你开始跟我好好说 你跟我三两 你一夜之间把这个钱取没了 那我怎么想 我觉得很不尊敬 我真的不知道那笔钱对你那么重要 我只是在充分地用资金而已 而且刚才你也没有听到 嘉宾们都在那你说 说你有其他女人啊 场上的小燕 不断诉说着自己对丈夫 做事行径的不理解 而其丈夫也一直在反驳妻子 看着丈夫总有那么多的说辞 小燕最后终于忍受不了 发了好大一场脾气 可丈夫还是没有认错 反而对她也开始吼叫 为什么小进还那么大脾气呢 小进认为 妻子现在所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实 反而是在污蔑她的清白 那既然她那么肯定自己是清白之身 可对于其母亲和她一起 与别的女性吃饭一事 她又如何解释呢 对于小进的一番风轻云淡的解释 就连涂雷老师都忍不住提出质疑 为什么她不愿意把妻子 带回给其母亲看 反而还接受母亲的不断相亲 而小进却回答 这都是她应该做的 可如果她一直这样做 不仅欺骗了她的母亲 还伤害了她的妻子 难道他们要一直这样隐婚下去吗 我们是有一个计划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差不多明年的话 我们就能差不多 如果顺利的话 买到房就像我蛮公开 对于众人的疑问 此时的小进终于愿意 说出两人的计划 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于是涂雷老师便怒指道 她这样做根本就是在耽误小燕的未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买套大房子就能证明 你们俩是真爱了 就是不贪图你们家钱了 可笑嘛 对不对 那你爸妈也会说 你买套这么的房子 跟我们家这么有钱相比的 还是差很大嘛 对不对 真爱是不可以用物质来证明的 涂雷老师的一番话 说的小进是羞愧难当 但是当下两人的困难 还是要征得其母亲的同意 那么如果其母亲同意 那么结局就会皆大欢喜 可如果不同意 小进又会如何选择呢 跟我老婆在一起 小进的一番话 让小燕泪流不止 而也正因这句话 小进终于赢得了一次 在场众人的掌声 那么在得知儿子和小燕 已经结婚后的刘母 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她今天会接受 引婚洗小燕的告白吗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时 小进和小燕都是非常忐忑的 但是当他们看到刘母的到来之时 他们却很是惊喜 可刘母的一开口 却直接表现了 今天要赢得她同意一事 不可能进行的那么顺利 因为刘母正是因为知道 两人已婚之事 所以才导致了七几公斤 最终留下了嗓子嘶哑的症状 那么对于两人之事 刘母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面对刘母的说辞 涂雷老是立马替女孩进行了辩护 表示一直以来都是女孩彬彬有礼 反而是其儿子有些暴躁 对此 小进也表示自己女友是个温柔之人 只不过母亲想让自己找个枝根之底 门当户对之人 所以才一直不同意 而小燕听闻此话 却立即向刘母表示了道歉 但是刘母却并不接受这个道歉 反而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批评 这是为何呢 像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如此之大 你知道是将一个母亲的尊严 完全抛弃在地上 而且就是对母亲极度的 不敬不准不孝 可以是三点都可以受伤 至于说我只能批评我自己的儿子 对吧 我对你比较了解 其实你从小还是一个很善良 就是心地很好 很正直的一个孩子 那么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可能也是受社会上 很多这个不良因素的影响 有些东西就是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是非常痛心 有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死亡的 刘母一直觉得 他们两个的事情 完全可以通过商量的方法去解决 但是他们偏偏通过如此极端的方法 逼迫她妥协 所以她是非常厌恶的 而小进听闻此话 也很是愧疚 于是便想求得母亲的原谅 小进极力地向母亲诉说着妻子的好 也希望母亲能够相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在小进的真情表露下 刘母最终表示愿意同意他们的婚事 但这也只是因为两人的婚姻受法律保护而已 如果要让她完全认可 还需要她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 最后真心地祝福两位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 也祝愿他们能够早日赢得刘母的认同 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失望 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一件一件小事上 逐渐消耗对彼此的信任感 失望越来越多 距离也就越来越远 所以夫妻之间要做到沟通 信任 包容 理解 责任真的很重要 只有做到这些才能长久 才能白头到老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场在婚姻中发生的矛盾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啊